双西分队于民国70年由住宅改建 停设老旧 使用空间仅摆平 为发挥更好的勤务效能 特地选在双平段新建地上四层楼的新停设 总楼地板面积为旧有停设的三倍 除了大型救灾车辆停车空间之外 更打造室内的体能训练室 即利用屋涂层作为开放式的训练空间 并具备72小时不断电的功能 安居乐业最重要就是安 安大到国家安全 小到你我身边 社区安全生活安全 安是最重要的 有了安大家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 在自己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去发展 但这是指大的安居乐业 但我想今天更重要的是 安居乐业对于我们今天在场 所有打货兄弟 所有消防弟兄一样 要给他们一个很好很好的 不管是工作环境 不管是居住环境 他们有这样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才能够为更多人服务 才能够照顾更多人 双溪区为新北市东北端沿途景点众多 加上地方季节性活动 常吸引大量游客 另外境内拥有平溪古道 雕山古道等登山步道 及清水坑 虎豹潭及东北角沿岸等地 更是吊客及游客朝圣的地点 造成山难溺水及海域救援等事故频繁 让救灾救护需求急剧增加 消防弟兄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尤其东北角地区 又是观光地区 那有非常多的意外 或者是一些游客的一些状况发生 所以他们工作勤募非常的繁重 所以提供给消防弟兄们一个 好的一个工作环境是必须必要的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包括了一些 救灾救护的方面 能够让我们消防弟兄能够更到位 也能够给我们的民众更大的服务 这次双溪消防厅社总工程经费 约1亿500多万 预计113年完工 可以大幅提升山难溺水等多元形态 灾害的救援能力 同时可提供当地民众更便利的洽工空间 及消防同仁更完善的知情环境 介沉威 双溪采访报道